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相信大家以前在充裝的時候 你一定覺得非常的麻煩 每次只要有到充裝的時候 或者是你平常想要買這個禮包 基本上你都要花很多的時間 去把這個武器點到一個安定值 或者是安定值-1這樣子去充裝 那這個基本上就是一個 勞神費力的這個動作 不過這一次官方終於 把這個所謂的多重小花系統把它導入進去了 這個影片我們就來帶大家看一下 這個系統到底怎麼玩 首先我們先這樣子 就跟之前充裝一樣 點兩架這個卷軸 但是我們先不要點 我們先帶大家看一下 有哪一些東西可以去進行 這個所謂的多重強化 那多重強化的功能它顯示在這邊 以前我們的這個強化頁面是這樣子 你這個防具放進去 再加一個卷軸你就可以去充裝 但是你點選這個功能之後 它就會切換到這個多重強化 好那這邊看一下 我們右邊這邊列出的卷軸 包括這個印章的 還有你的飾品的 這些全部都可以透過這個功能 來做一個多重強化 所以不僅有一般的裝備可以 飾品的話 如果你有一堆 你想要把它點到加4或是點5的 你都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做一個強化 那這邊呢 我們就用這個一般的裝備 就是用防捲 來強化這個抗虧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就把這些裝備全部把它選進去 那這邊我們就先強化三件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選擇進去之後呢 你這邊下面可以選擇說你要強化的這個數值 那假設說我們要選這個加3的話 我們就全部把它強化到加3 那你可以看一下上面這個圖示 它這邊的話呢是顯示藍色的 加4也是藍色 加5的時候呢 它這邊就變成紅色啦 那這邊有一個提示 就是意思就是跟你說 你現在這個強化是會爆掉的 它會讓你有一個警示作用就對了 這個是會爆掉的 所以呢我們先把它衝到這個加3好了 這三個我們都把它衝到加3 好那我們把它開始強化 好1 它這個有點慢喔 2閃一下 3閃一下 好OK這樣全部都跳加3喔 那麼這時候呢 如果說我們在強化不同數值的時候 假設我現在把它強化到加4好了 我們要把它強化到加3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 它這樣的結果就是說 我們前面這些裝備呢 它已經強化到加3了 不需要強化 會強化的呢就只有這個 所以我們現在按強化之後呢 就只有這個會動 好我們看一下 好那這邊呢 全部都提升到加3了對不對 好那我們再丟一個進來 這一次呢 我們要全部把它上加5 好那全部加5的時候呢 它全部就是變成這樣顯示 全部都是紅色的 包括這個還沒有強化的 就如同我們剛剛所說的 好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直接把這些5個 看虧全部做一個強化 那麼在這時候我們按下這個 開始強化 強化之後呢 它會問你說 是不是要進行衝裝啊 因為畢竟這個是過安定值的 它還是會友善提醒你一下 好那這邊呢 我們當然就是按確認讓它衝裝啦 好那它當然先衝這個開始喔 1 2 3 好再來第4 好再來第5 全部開始衝 最後的結果 只有一頂過這個加1 所以變成是加5這樣子喔 但是這個方式呢 會有一個盲點就是說 以前我們在點裝的時候 如果你是單一件點 譬如說我們可以去計算說這個 點幾爆幾 點幾爆幾 你可以去算出一個 所謂的衝裝的機率 但是透過這個合成系統呢 欸你就沒有辦法去算喔 因為你可能一次衝5件 5件的話只能過1件 但是這樣的話呢 會造成一個盲點啊 就是你沒有辦法去正確的計算出 當天的衝裝機率 衝裝運氣這樣子 你沒有辦法去細算喔 那如果說你想要 謹慎的去衝每一件裝備 慢慢算機率的話 其實也是可以的喔 那你可以在前段用 就譬如說 我今天要衝一個加5的 那麼我把所有的這個防具 衝到加4的時候 我就可以透過這個功能 來一次把它衝到加4 那後面要算機率呢 我們再點回來這邊 一個一個點就可以了 好這樣就可以算機率 也是可以喔 好那這個影片呢 我們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啦 如果覺得不錯的話呢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跟分享 我是小便 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